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Mr.Tree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船顶路 船顶路有三棵 这边有三棵古庄庄 那边也有两棵 这棵树的年龄分别是一百二十岁 一百四十岁和一百一十岁 这三棵树的年龄就是有一百二十岁 大家都看到这棵树的树干 都是有一些不整的 而且是有床台的 整棵树的健康也不太好 而且上面也有用选择 刚才这棵树反映出 这棵树真的不太健康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一棵树 这棵树 这棵树 年龄都是一百二十岁 这棵树的树叶和花 这棵树的树叶和花 先说一下花 这棵树的树叶和花 是青色的 很小 如果大家曾经看到这棵树 大家可能会清白这棵树 很可爱的 除了刚才 我在那里介绍了三棵树 这棵树 我拥有这棵树 这棵树 是有一百三十岁的树 这棵树 等于那棵树 比它大 三分之一 这棵树 细细细细细 我说这棵树 为什么呢 这里 这棵树 这棵树 也不能少看它 下面 这棵树的生命都很顽强 这棵树 那棵树 也在那棵树 那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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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那棵树 就裂爆了 最后呢 我说一下 一棵一百一十岁的 棵树 这棵树 为什么不棵树 是因为它 下面的棵树 這棵花是阻礙了它的視覺 例如阻礙了它的視覺 本身這棵樹不太健康 生得不操作 所以這棵樹不太顯眼 大家看完松嶺奧的四棵樹之後 都可以順便參觀一下這棵樹